发现生活发现美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发现之旅频道 世界上许多地方都有关于神奇水和长寿水的传说 在这些传说中 德国的努尔登脑洞窟是最具有传奇色彩的 1992年 人们在德国杜塞尔多夫附近 一个叫努尔登脑的村庄 发现了一个神奇的洞穴 当地很多得了不治之症的人 喝了洞穴里的神奇之水后 都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 许多科学家来到这里探寻神奇之水的秘密 科学家经过多年的研究发现 神奇之水中含有丰富的氢气 这就是神奇之水的奥秘所在 那么不禁要问 含有氢气的水为什么可以治病 这就要从导致人体疾病的元凶开始说起了 科学研究表明 损害人体健康的自由基 几乎都与那些活性较强的氧化物有关 他们把与这些物质相结合的自由基 叫做活性氧自由基 活性氧自由基对人体产生氧化损伤 这几乎是人类所有疾病发生发展的最常见 和最基本的病理生理机制 生命就是一个氧化的过程 那么没有氧化根本不可能有生命 所以有氧化有自由基 那是我们做一个生命来说 这是存在的一个基础 因为你产生能量的过程中会产生自由基 会带来我们身体的伤害 所以我们希望这种伤害更低 自由基不仅来自体内 大量研究数据表明 空气污染 电磁辐射 农药残留 室内装修后 甲醛超标 以及不良的生活习惯 都会产生大量有毒自由基 导致细胞或线粒体的DNA受到攻击 进而引起各类疾病 自由基这个东西 它是活性非常强 反应力非常强 它的反应作用 比如说跟我们的大分子 我们的细胞里边有很多的 有功能的一些分子的话 它直接跟它作用 作用完了之后它就破坏掉了 比如说我们的线粒体 线粒体的话 如果它是受到一些 比如说我们的雾霾里边 一些有毒的物质的刺激的时候 它会产生大量的这种自由基 如果一旦产生了 那这些东西跑出来 从这个线粒体跑出来 进到细胞会损上细胞当中的 各种各样的生物分子 那就对细胞产生损害 细胞是生物体的最基本的单位 它损害了 那么身体当中各个方面的问题都可能产生 经过多年的研究 日本科学家发现了比维生素矿物质更稳定 更有效的抗氧化剂 清 大量的实验数据显示 每天补充氢分子 是清除体内有害自由基 清除过量氧化物最有效的方法 清对各类疾病过程中的氧化损伤 炎症反应 细胞凋亡和血管异常增生 都有治疗作用 没有氧气人是活不了的 但是没有清气人可能是活不好的 现在我们就从清的研究 我们提出了一种新的概念 就是叫选择性的抗氧化 清气就是专门对这些有毒有害的 活性特别强的自由基 有选择性的综合作用 所以清气我们认为是一种 选择性的抗氧化的一种工具 所以它能够比其他的 过去我们平时说的那些抗氧化的工具 有更大的优点和优势 所以这是清气治疗疾病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基础 随着氢分子生物学领域的研究不断深入 氢的独特功能也越来越多的被发现 氢不仅具有选择性抗氧化作用 还具有扩散性和渗透性极强的特点 它还是迄今为止 发现的极少数没有任何毒副作用的最优越的抗氧化剂 作为氢分子来说 这个分子它是个最小的分子 那么既然它是个最小的分子的话 它实际上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体内 可以很快地就到达身体所有的部位 那你比如说有些大的分子 像维生素C维生素E这样的 也是抗氧化又是还原性的物质吧 它想进入一个蛋白质的内部很难 但是氢气可以进去 所以氢气这样一个东西呢 比其他的一些物质来说 它有一些自己的特点 它的扩散能力非常的强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这氢气作为一个抗氧化的手段和工具来讲 它确实是有其他的物质不具备的一些优点 氢元素排在化学元素周期表的第一位 是宇宙中最小最轻最多的元素 宇宙中百分之九十 人体中百分之六十三的元素都是氢 大自然中的水就是氢的仓库 氢氧结合成为水 孕育了大自然中的生命 可见氢对于地球万物生命的重要 氢不仅是一种清洁的能源 还是地球上所有生命最基本的抗氧化物质 那么人体如何获得充足的氢分子呢 比方说我们这个水 直接的质疑水 就是我通过这个加上一个这个仪器 那它出来的就是含氢的这种水 这种都有方式还是比较多的 现在我们中国人有亿多的残酿病病人 有极异的这种糖尿病前期的病人 现在可以让大家喝含氢的水 这种手段呢是因为它无害 是因为它安全 那么它有可能给大家带来好处 哪怕只有三分之一 那么我们中国人可能是上亿的人 获得好处 这才是它真正的价值说的 环境污染 电磁辐射 农药残留 大量的食品添加剂和防腐剂 有太多的因素在威胁着我们的健康 有了氢这把抗氧化的利剑 我们人类的健康长城将坚不可摧 氢是如此的神奇并充满魅力 对它的探索也只是刚刚开始 未来氢的应用还会不断地带给我们新的惊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